夹在过去侯友宜说啊 中华民国宪法是护国神山 被赖清德斥为神话 昨天侯宜在证件会上他也直言 他说我遵守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两岸的护国神山 但是赖清德的台独主张 却是两岸和平跨不过去的万重山 我就是台湾人是吃台湾米喝台湾水的 我怎么会卖台呢 赖清德的台独路线 是不是两岸跨不过的万重山呢 但赖清德反向说啊 国民党是死抱着一中的神主牌 造成了国家认同的分歧 影响国内团结 他说国民党呢 叫做不思落实蒋经国的路线 不反共还清共 是把经济都锁进了大陆啊 他说国民党你对得起经国先生吗 后来他又说没错啦 我们的祖先是从大陆移过来的 但那也是400年前了不是吗 分家也都分了400年的 哇所以呢现在就怎么样 就是说因为分家很久了 所以就自然独立的意思吗 好苏贞昌他也跳出来说话 他说年轻的时候 蒋经国曾经当面对我说 万恶的共匪不能信 我们绝对要三步啊 所以如今呢国民党过度的亲中 蒋经国在世的话 一定会活活被气死啊 我真的不知道原来苏贞昌 跟蒋经国关系这么的友好啊 什么时候跟小蒋这么好 而且还置正为是蒋经国的信徒了吗 好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 怎么绿营的人现在要选举的时候呢 开始左一句经国先生 右一句经国先生了 过去不是把党外运动挂在嘴边 然后说蒋经国是个独裁者吗 现在突然一下一个个都跟蒋经国那么熟 过去赖经德当国大的时候 不是高举台独万岁吗 结果现在他难道要说 他其实是经国先生的信徒吗 巧欣怎么看 苏贞昌他过去曾经说过 他是怎么评价蒋经国的 我念给大家听 他说人民不会因为独裁者晚年的慈眉善目 就忘记当时的血腥镇压 这是苏贞昌在2022年 还没有很久 2022年的时候 他发表对于蒋经国的看法 现在要选举了 知道大家不喜欢现在的民进党 才跑过来蹭国民党的蒋经国 在我看来这样的做法非常的下流 我觉得是非常不要脸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可以看到蒋经国他过去的很多名言 他说什么 做官的不要进来发财的请出去 那他那是在讲说 他那时候招生的时候 他还讲说什么 有一段影片在网路上很多人看 他说呢 这个你买东西 你不要买酱油跟买醋的这个钱 拿买酱油的钱去买醋 拿买醋的钱去买酱油 发财是自由的发财 用钱自由的用钱 但是发财赚钱要正当 用钱要恰当 对于民进党执政了7年以来 各处的贪腐 包含是台南的88强 台南的政府议长会选 这都在赖清德的本命区里面发生的 台南的光电官商勾结 然后把溃线接进去 让特定拍戏发大财 都是在赖清德他们的整体执政底下 包含台南他过去是市长 所以我就觉得说你今天赖清德 你苏贞超 你们怎么好意思来蹭蒋经国呢 过去蒋经国他们在盖高 包含高速公路的时候 民进党那些党外的人士 是怎么批判这些建设的 结果那不是还好人家有 硬起来做了正确的决定 而这些建设 十大建设到现在 我们都还在使用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民进党他很善用话术 他很喜欢挑拨李建 很爱分化 可是说真的 他们要等到要做事的时候 没办撇步 所以过去 其实赖清德他 针对两岸之间 他其实就是一个台独分子 他是到现在因为要选举了 才跑过来讲说呢 我要守护中华民国 可是他又同时说 中华民国是神话 中华民国怎么会是神话呢 这个台独才是真正的谎言嘛 所以我觉得在昨天的这个 这个政见发表会上面 其实赖清德在最后一段 他疯狂批判国民党 而且他批评的这种内容就是 民进党里面最深绿 最极端的那种心理状态 跟想法他讲出来了 所以他过去一段时间 他想要装成是比较中间的 比较中立的去吸引一些中间选民 可到现在选战的最后关筒 他还是回过头来 做他的基本盘 那大家要知道的是 2024年是和平跟战争的选择 让赖清德这种 表面跟李子都是台独的台独主义者 当选总统以后 对两岸之间的发展是不好的 而且其实未来的兵凶战围的状况 会更加的严重 对从选战到现在 你会发现赖清德的整个的论述 一直都处于一个荒腔走板的 错乱的一个状态 我之所以讲说 荒腔走板的错乱状态是因为 他一方面想要继续巩固 他的台独基本盘的选票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要想尽各种办法 去洗脱他身上的这个台独精孙 台独的这个务实工作者 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家的看法跟标签 所以他的论述就一直不断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飘移 他如果今天要捍卫中华民国 什么叫捍卫中华民国 就是捍卫中华民国的宪法 捍卫中华民国的宪法 那赖清德就去看一看我们的宪法 现在所谓的一中原则 就列在我们的宪法征修条文里头 民进党你执政了八年 如果你真的这么带种 你就修宪了 你连修宪都不改 那代表的是你认同了这本宪法了 至少在这过去八年来 你们靠着这本宪法 吃香的喝辣的 享尽了荣华富贵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现在忽然讲说 一中这个宪主牌 是只有国民党在抱着的 是这样吗 所有曾经手握暗宪法 宣誓效忠宪法的人 都抱了这个宪主牌 包含你赖清德 也包含了蔡英文 所以当你发现 民进党在做这样的论述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是一个 多么荒谬自打嘴巴的一个论述 刚才我看到了那个画面 你柯文哲问得很好 他说要不然那你在选什么 那你在选台湾共和国的总统 就明明是一个 中华民国的总统选举的过程 然后证件发表会里 然后突然冒出来一个人 告诉你说中华民国是神话 这是一个什么荒谬的 荒腔走板的一个画面 那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 民进党现在自己面临到的 另外一个 这个很难抉择的路线的调整 因为两岸之间的兵凶站围 让民进党在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想要继续操弄抗中保台牌 他们认为不太容易精准的拿捏 因为操作过头了 两岸之间变得更紧张 那就真的走向了战争跟和平的选择 这是民进党不想看到的 所以你会发现赖清德也好 你会发现萧美琴也好 三不五十的就告诉大家说 不是战争跟和平的选择 要和平保台 甚至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 在各个场合说 要邀请习近平来台湾 我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很好奇 他如果还记得 他们两个都曾经邀请过 习近平来台湾 有的要叫他喝珍珠奶茶 有的要叫他吃起 他台湾的特产的时候 让我好奇的问题了 那你现在赖清德 在证件发表会提什么三不政策 你的三不政策 先不要讲跟谁步了 你习近平你都能邀来了 到底还有什么三不政策 你要好在那里拥抱 好在那里坚持的 这不用是另外一个 自打嘴巴的逻辑吗 你既然敢敢邀请习近平来台湾 在你眼中就没有什么三不政策了 如果连习近平都可以来 都可以当做台湾的客人 谁不能来呢 所以当你发现民进党 在做这些论述的时候 他不断的在摇摆 甚至从来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都很少提到习近平 在前一段时间 民进党的政治又不约而同的 不断的在重复习近平讲的那句话 说北京政府在2025 2027没有攻台时间表 所以告诉大家说台湾安了 台湾是安全的 什么时候民进党这么信仰习近平了 什么时候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把习近平的话当作闺孽了 当作每天要这个三不五十 拿出来高喊几声 来安民心的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不难发现 当民进党自己陷入了 这种角色错乱的状况 当赖清德自己陷入了 这种前后论述 矛盾冲突的状况的时候 其实所反映出来的是他们内心 真正的心虚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对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